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最终棒的消息就是朝鲜一万两千名士兵 去乌克兰作战 对国入俄作战 这个泽连斯基现在最想不通的是 为什么美国人要装不知道 他手里明明有证据 这个朝鲜士兵这个消息 是他手上明明有证据的 彭博社也说 泽连斯基找到上任不久的北密尚旅客 直接告诉吕特 朝鲜准备派一万名士兵去帮俄罗斯打仗了 虽然泽连斯基没有当场出示相关证据 但是就认为说既然能说出具体人数了 这个肯定不是瞎编的 而且韩国也说了 双方情报都派 韩国方面是相信泽连斯基的 那么朝鲜和韩国方面也有这个情报 那么俄罗斯朝鲜想要 韩国人看来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粮食 朝鲜刚刚大洪灾 然后需要粮食 朝鲜还需要军事技术 朝鲜人民军快速发展 需要俄罗斯的相关的技术 那些都实战的技术 就不管泽连斯基和韩国怎么说 美西方现在看就是没有证据表明 战场有朝鲜人民 现在就不相信你韩国和泽连斯基的话 但是我们又都有视频 实在的成建制的 如果是俄军的里边的一些黄种人 他们是不能成建制的 他肯定有俄军 白种人 他里边全是黄种人 美西方这些人能不知道证据吗 他们肯定 有的时候他们讲事实 讲证据 他们能没有证据吗 说白了就是他们不想 说白了就不想 他们就算朝鲜真的没派兵的话 他们想他也能造出证据吗 他不想 美西方现在这个态度就是 不想让朝鲜入局 咱们结果上去 到底谁害怕 韩国肯定害怕 这个美国逻辑是这样的 你看啊 为什么他不想让朝鲜入局 就是不能让普京 就不能上普京档 这是普京的档 普京为什么把朝鲜人引起来 兴趣引出来 美方认为 普京之所以搞朝鲜和俄罗斯联盟 就是想借朝鲜半岛转移 北约注意力 这个道理再明白无我了吧 北约在欧洲打 是在家门口打 如果你要是在朝鲜半岛打 那是不是就在一万公里外 就是欧洲的一万公里外 美国一万公里外的 朝鲜半岛打 在当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 欧洲人也不愿意打 是美国人也不愿意打 为什么离太远了 为什么我说台湾问题 台湾美国人肯定不会 不会去救你 为什么 派一些特种部队去 扫尔扫尔可以了 谈谈价码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说这个不可能 因为太远了 欧洲人也不愿意去干 如果这个战争 北约和俄罗斯战争 就在一万公里外 才能打 你说 砸烂的是韩国 人家不心疼 欧洲人不心疼 打 那欧洲人也同意 但是美国人可就麻烦了 美国人就是 牵制不了欧洲了 欧洲人本身也不希望 砸烂我欧洲 你砸烂去韩国去 砸烂中国去 把这个北约注意力 彻底转移到东北亚 那这个时候继续大批的 这个 士兵转移到东北亚以后 俄军可以大批的这个士兵 就转移到乌克兰去作战了 目的达成了 占乌克兰的大片领土了 美国还是不希望半岛有事的 因为半岛局势跟俄乌局势不一样 不是同一性的 俄乌局势 因为朝鲜半岛两国家 两国家是统一之战 而乌克兰战争是利益之战 那就是 朝鲜半岛一旦开打 既然统一之战就是你死我活 对吧 咱们讲这为什么 国民党那个马英九说 开战就中战 因为是你死我活 不杀死你不可能结束的 没有谈的可能性 一这样开战就没有谈的可能性 除了你最后连命都没了 但美国现在最忌惮的 你看这个你死我活战争和这个所谓利益之争 利益之争就是割领土 就像这个清朝一样割领土 那是能停下来的 利益之争是能停的 但是美国现在最忌惮的是谁 是中国 就是他们不想开启这样一个 没有把握结束战争 这样一个新的战线 他没有把握 美国人现在心里边非常清楚 我再谈一期经济 一会儿再谈一期经济 美国人非常清楚 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短短应该是不到一年 5000亿美元债又出来了 5000亿 你像这美国花钱如流水 其实北约和美国这些盘算 泽连斯伊应该是能看懂 他之所以不去 他去北约去碰瓷 现在看 因为实在是没办法 不拿朝鲜这个说 你赶紧帮我 你说拿什么去要装备要钱 俄军在库尔斯克法宫 已经夺回了50%备战领土 而且乌东主战场 乌军也是节节外退 再往西可就是大平洋了 那么10月7号 法国电视台转播了法国外长的话 说乌克兰现在很艰难 首战线 他们正在经历最困难时刻 这法国外长也诚实 为了保住乌克兰现在最后点面子 那么只能带着这个朝鲜的材料去了 但是这些材料人家不感兴趣 北约不相信 不是不相信 是不想相信 这边是把中国引起来 中国朝鲜之间是有联盟关系 最要命是现在乌克兰国内一些高官 都在也开始现在 就北约培养了 也质疑泽连斯基了 你这材料到底是真不真 反正我看那个材料 视频 你自己判断吧 泽连斯基只能去碰瓷朝鲜现在 就是说乌军在前线的失败 现在必须找一个理由 什么理由呢 东亚人来了 蒙古人来了 朝鲜人来了 就说现在我泽连斯基是遭到了二打一 被俄军和朝鲜军打 狠人来了 只能这么说 那么 韩国人 你韩国人怕不怕兵吗 现在球非常难 在韩国人脚底 泽连斯基的主意 你说俄罗斯人能不知道吗 现在被认为 就是他打库尔斯科整个的战略失败了 紧接着他现在必须抱住朝鲜这个理由 去忽悠北约 让继续援助 不是我的主意坏了 是有朝鲜 所以只能是带来更多混乱 这就是结局 他这个心思 美国人当然不会完全不明白 他心里边主要是保持自己的战略 就自己不下场 大家明白 美国人是不会下场的 这里边最希望谁下场的 最希望中国下场 你看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局势 谁最希望中国下场 美国希望肯定是希望 希望中国出兵的不是普京的 也不是这个 现在美国人和中国人啊 可能美国人还没到逼中国下场的那一步 是谁 是莫迪啊 是印度啊 印度希望中国在朝鲜半岛下场 所以朝鲜出兵 印度最高兴 金针视察第二军指挥部的时候 当场表示 如果朝鲜主权被侵犯 将直接使用武力 这个尹穴已经派高官来到北京了 实际要讨论这个 他应该也是副外长级别 应该是讨论中韩之间的相关的 就是摸中国的底 尹穴是怕中国跟俄罗斯一样 直接宣布权力支持朝鲜 所以他派人来摸中国底 局势到这一步呢 确实怕中国出兵 但是最希望中国出兵的 韩国人认为是谁 是普京 但是中国现在可没有跟俄罗斯一样 我们没有宣布 所谓的军援朝鲜等等 咱们沉得住气 因为前面还有俄罗斯 一方面咱们局势上没有到那一步 就是朝军打光 俄军打光 才有可能我出兵 我们都没到那一步了 我们前面还有两个人顶在前面了 还有就是我们通关考虑我们的战略 美国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样 韩军都没打光呢 对吧 你北约没打光呢 我出什么兵啊 就绝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 中国很多考虑的因素啊 一个国家啊 这个要想出兵啊 要考虑很多因素 但这里边我为什么说 印度最希望中国出兵呢 跟我讲呢 现在最希望出兵的就是这个 这个印度 你看啊 普京出兵 是因为跟朝鲜签了战略条约了 这是他一手计划的 就算这个 对吧 就算你没能力 你必须得出兵啊 他已经有信心帮朝鲜平事 所以才会跟朝鲜签这个协议嘛 所以 他非常清楚 就最后时刻中国肯定会救的 所以当然是 对吧 西瓜靠大边 签就签了 就算是中国不出兵 普京他也能接受 为什么 至少在俄军能扛动的时候 普京 对吧 他不需要中国出手 他手里边还有核武器牌 他这边跟北约已经打了 那边实际也就是北约部队嘛 在朝鲜也就是北约部队嘛 而北约的二流部队嘛 现在最希望中国出兵的事是印度 他看印度议在各方面给中国找事 在南海 卖给布拉莫斯导弹给菲律宾 包括印度 在台湾 对吧 这个问题上 让台湾在印度设立所谓办事处 正式接牌 这个台当局在印度设三个所谓的驻外机构 这也让中国现在是非常生气 就南海台海 其实跟印度毫无关系 但印度绞进来 跟美国一样 就是遏制中国发展 牵制中国经历 一方面印度让 印度自认为 印度自认为中国14亿人 印度也14亿人 我牵制你中国发展 我就能追上你的机会 自认为 就包括我去美国嘛 我告诉他呀 这个酒店里边有印度人 你就躲远点这个酒店 他有时候黑你的东西 我不提了 确实这样 他有的时候 机场给你送还的东西 他给密下了 我四天以后才知道 机场给我打电话 我才知道 原来是被这帮印度的小阿三们给密了 我才去找他们要回来 否则你东西就没了 这就是现实 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会阻止你发展 这就是整个国家政策 印度人都是恨中国人 另一方面 他们想有机会就在中印边境找中国麻烦 是什么 是占中国领土 良心大大的坏了 莫迪政府知道只要中国出兵朝鲜 美国必然要下场 这个是中美大战 日本是不是也高兴 这个时候他的军事 中美之间的正式军事对抗在朝鲜麦岛 他是不是就获得发展机会了 资金 技术就跑到印度去了 这个时候印度就变成了美国拉拢对象 因为印度在中印边境可以挑衅了 就是美国 他要什么美国就给他什么了 这是开战了 那时候不给能行吗 他们自认为到时候中国会局势所迫 因为东西两头开战 一个是朝鲜麦岛 一个是中印边境 很多问题中国就得妥协了 印度就成功了 他是这么个想法 所以我们不能让印度成功 最希望中国介入更多事务的还是什么 还是印度 印度意义方面 据说前一阶段印军曝光了 他要砸70亿研究两艘核银领 买30多架美军无人机 这就是为了对抗中国 这里边有人说要中国人去帮朝鲜 每一道内部 咱们千万不能上当 印度人下场我们都不要下场 中国人一定是最后大暴走 千万不要下场 前面还有俄罗斯 朝鲜教训韩国不用中国出手 金针都没有派人去中国 去求援 朝鲜现在是战略防御 朝鲜半岛有事 中国新名当然最后一刻不得不就 但是那一步也是美国下场以后 中国才有可能 中美之间在朝鲜半岛 远没到那一步 在俄乌战场上 俄罗斯和北约都打成一个平手 美国有什么信心在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跟俄国 就是打赢俄国 现在他没有信心